香港国际七人篮球赛 今天开始一连三日在香港大球场举行 第一场赛事早10点半展开 五开赛前一小时已经有不少球迷入场 部分人都悉心打扮 五球场外面设保安检查柜位 大批军装警员也在场巡邻 并且在东远截至铁马 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发 香港七篮已经获班售M品牌 希望推动体育发展 以及展示本港版世界级体育赛事的实例 这届七篮是最后一次在大球场举行 下届将会疑似启德体育园 有加拿大球迷说 反握最后机会在大球场感受起宾 所以你必须来 我们在两个星期 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主要活动 但我们也想要节奏 看澳洲队 看大只仔 是 之前有很多朋友约来的 气氛应该很好 但是疫情停了几年 7点钟开始我们香港队队 去国家队 对不对 所以都想看下 会再进来 对不对 谢谢 感谢观看